不要忘記了 2019年的蔡賴之爭 賴清德民調本來領先 後來被蔡英文因應聲聲做掉 但你看賴清德上來之後 我說的算 為什麼 因為我是神 我是唯一可以裁決這一切的 我覺得跟他性格很大的關係 對 你說的很好 一來自來 因為他是打給他總統 對啊 但是他就會一直鬥 他不會停下來 我覺得現在有點這樣的味道 就是蔡英文所留下的司法體系 彼此之間是交錯縱橫的 那這裡面你今天要幹掉鄭文昌 你明天會不會幹掉我 鄭文昌你都敢幹掉了 那你會幹掉我 那我們當然就集體幫助鄭文昌 但我不是要跟你對幹 我是告訴你 你不要這樣幹 所以我感覺這個蔡在鬥爭 所以你講的有道理 因為蔡可能不見得自己真的出手 但是就是所謂的代表蔡的力量 所謂的代表 或者蔡建構起來的這個網 這個網絡 因為它表現是 他們都是命運共同體嘛 對 甚至於說是 曾經的既得利益者嘛 那現在這個以鄭文昌 為首的這個網絡 如果受到這個賴新德的挑戰 他們總是會反抗嘛 所以我覺得你講的 應該是比較符合事實的現狀了 官僚跟官僚之間的通婚聯姻 私生關係 利益關係 甚至是貪污關係 彼此之間交橫 交錯縱橫 但是因為 可是政治上就這麼回事 即使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這個蔡賴對決 蔡賴鬥法 這個就會成為一個鮮明的一個 因為他是 蔡英文現在變成他精神領袖了 就是你講的他們 這群人的精神領袖 而且一定有人私底下去找他 對 一定是 而且我剛剛有講的 不只是在鄭文昌這個事情 在蕭美琴 在美國關係上 在很多事情上 蔡跟賴其實是不一樣的 窘然相遇 對 然後所謂的心結 其實是絕對是在 加上不要忘記了 2019年的那個蔡賴之爭 賴清德民調本來領先 後來被蔡英文 一一聲聲做掉 我覺得跟他性格很大的關係 對 你說得很好 一來一來 因為他是大給他總統 對啊 但是他就會一直鬥 他不會停下來 其實這是我覺得今年 可以說是台灣最危險的時候 是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跟蔡英文 有一個天然的不同 蔡英文畢竟是法律人 要拗之前 他要先把定義梳理一下 就算要拗 我也會用透過修法 透過修改解釋的方式來討論 但你看賴清德上來之後 民進黨團的做法 都是硬幹 全數硬幹 我說的算 對 為什麼 因為我是神 我是唯一可以裁決這一切的 有沒有 我們裁決這樣子 三法 對不對 你要寶貝才知道 今天他要怎麼說 真的有這種感覺 真的是這樣 對啊 真的 憲法解釋權跟法律解釋權 都是他說的算啊 他一個學醫的 突然變成憲法學者了 對啊 連那個國會改革 他也可以說 直接說是違憲啊 哦對 對啊 違憲就他定調 他不是大法官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可能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也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 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 益生菌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 專利認證菌竹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 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 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錄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 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